绿津林基金会成立于105年 我们在106年分别成立了 逐41县的扫街大队 以及十字溪的水旋队 每月的水旋时间 我们的志工分别会从 30公里外的新竹县新竹市 共乘一起来到 石头三下的绿津林基地 它常常在十分钟 平常每个月我们来水旋 你们还记得吗 水都流到哪里 水都流到这里来 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一个博砍 所以你看 现在水面只剩下 残残的流水 所以每天回到家里那个水龙头 不要再大气地打开 先从小管的慢慢滴流 大概下个月或下下个月 或许都要陷水了 大家脱下外套 拿起竹哨把 拿起镰刀 除草 剪垃圾 但是扫着扫着 我们觉得似乎还应该再加进一点意义的工作 于是我们就从一次的水旋中 我们开始学习着如何去做爱护水资源的宣导 我们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用药小习惯 当我们病痊愈了 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环境也干嘛 生病了 从你我做起 从此每月的水旋 大家都会呼朋引伴 一起来除草扫街 当作是游山玩水 赚健康 就像绿精灵的logo 大人带着下一代 站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珍爱着大自然的动物植物 我们的水旋队也一直致力推广 爱护水资源活动 希望借着一次一次的水旋活动 能够分享志工 分享游客 环保意识形态 用心生活爱台湾 适合水旋旋选手队的前身 应该是新丰乡河川选手队 那时候是因应环保署的要求 希望每一乡镇至少有一个水旋徉手队 然后那时候就在乡公所的清洁队 成立一个新丰乡河川选手队 然后我们每年几乎会在春季 及秋季会各举办一个大型的浸滩 然后在大型的浸滩 一开始可能只是从民国99年开始 可能只是班队事情 然后再来配合一些企业 像我们现在有说去年的话 我们都一个活动 我们自己活动就可以扩展到一个300个人的一个团体 一个浸滩活动 那时候我们准备的袋子 可能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三个人一组 或者是一个人拿得方便的话 多拿几个袋子 然后在剪的过程中就先分类好 这样可以减少我们以后的回溯再利用的一个效率 那我们现在就是陆续就是开始下去浸滩了 然后这边比较好下去 我们就从这边下去 因为我们的思想是真的想做事的人 所以说我们的班队本来是一个 本来是普和水环军巡守队 但是其实我们的成员 几乎横跨了整个新风向 甚至有湖口的地区的志工 他也来投入了 然后在这个投入里面说 我们就从民国九十五年开始 我们就发起每个礼拜的一个叫做陈运 之所以陈运就是说早上当运动 然后运动又可以捡垃圾 然后这时候由一开始的三四个人 现在最多的时候一个早上甚至可以有二十几个 自宫投入这个运动 我知道你们都会自动把垃圾带上岸了 对啊 这要非常感谢你们 码头不是都有设施那个回收栏吗 对啊 那个麻烦一下请帮我们宣导一下分类 我不管这个时候来教育 其实我来这边玩会 不要去帮你一个山津 每个校园都想说我一定要 各社也一定要这样 我感觉整个环境真的要美好的话 唯有靠大家全民共同努力 我们全体民众 慢慢地把这个环境呢 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常常在跟我们自治工讲 像我们现在很多建设 感觉做得很难 大家如果再不对这个环境 一种形成一种敬畏的心态 可能一场极端气候 我们的终身努力 也瞬间也化为理由 新竹县 有从台湾海峡 到中央山脉的好山好水 好山好水 需要我们全县的民众 大家一起来努力 来维护 那我们要特别感谢 11个巡守队的288位的队员 还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无私的付出 共同来维护 我们新竹县的好山好水 环境只有一个 那我们结合政府跟民间的力量 一起来维护我们新竹县的好环境 把新竹县的好山好水 继续维持 让我们新竹县的乡亲 都能够生活在最幸福的环境里面 谢谢大家 咱们 不论 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 在这边 我们的目的